幸福之处成菩提 生命变成 与你欢喜感的每一天 生命变成 与你欢喜感的每一天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佛心花海 各位大德 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刚刚在介绍完 之前的这个战景坛之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下 我们今天所要使用的这个花器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 可以看一下下呢 就是呢 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花器呢 是一个原型的一个陶盘 那这是我们在擦花的时候 最基本的一个花器 那我们说呢 盘花呢 盛行在中国的唐朝 那盘呢 它的特色是宽广 所以我们有六大器型 其中盘 它擦起来是 有深广的这个意涵 那盘呢 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呢 在这个盘的上面呢 放了一个 剑衫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呢 我们在擦花的时候呢 我们有方位的一个区分 那我觉得这个方位呢 也是在 中国的擦花艺术里面 中华花艺里面最有特色的 也就是我们在擦花的时候 这个就有这个盘 可以分出 东 南 西 北 所以我们说呢 中华花艺是一个方位艺术 那我们在 欣赏这个东南西北的过程中呢 在这个东南西北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其实它也是 代表着春夏秋冬 所以我常常说呢 当我们说呢 东风的脚步近的 就是春天 那南风又轻轻的吹 就是夏天 那吹西风呢 就是秋天 那吹北风呢 就是冬天 所以在 方位的艺术过程中呢 我们藉由东南西北的方位 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到 春夏秋冬 然后可以再进一步的认识到 我们的节气 比如说 在东方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春分 然后西方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秋分 那这边是我们的夏字 这边是我们的冬字 所以它又会跟节气结合 所以中华花艺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方位艺术 方位艺术 其实它还可以更深入的制作 中国的五大震慑 甚至的我们的五行 还有我们的五丈内斧 之间的一个相连结 所以方位呢 是中华花艺很特殊的一个特色 那今天呢 我要用这样的一个连蓬槽来插花 所以各位阿富士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连蓬槽 那我们插连蓬槽的时候呢 主要是插在极垫 比如说呢 我们在一个中神线跟指引线 所构图出来的这个中心的这个点 我们就称为极垫 那当然不是说 一定要放在极垫 才能插连蓬槽 我们也有时候也可以做一些 特殊的造型的应用 那比如我现在呢 把这个连蓬槽把它盖上来 那在这个连蓬槽的过程中呢 就会产生出很多很独特的一个思想 也就是说连蓬槽的这个地方 我们代表的是陆地 然后呢四周环水的这个地方 代表的是水域 所以它有水路分明的这个横溢 所以它代表的一个小岛或者陆地 然后一个岛屿 那这边代表的就是一个水域 所以有水路的感觉 所以我们说它连蓬槽的时候 会有水路分明的意象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呢 这个连蓬槽本身呢 这个陆地代表的就是阳 那水域就代表的就是阴 所以在这个盘里面呢 那我们也呈现出阴阳观 阴阳的一个哲学的一个道理出来 好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连蓬槽来擦作 那我们知道呢 如果我们用连蓬槽来擦花呢 如果是我们常常说在春天跟冬天一用木本 那木本最具有典型 然后也最具有这个鲜味 那夏天呢 或秋天我们就用茶本 那茶本呢 又有另外一种齐趣 好 那我们在擦这个连蓬槽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比例呢 可以擦八九十 所以它可以比正常的枝呢 稍微的长一点点 好 那我今天选用的是这个伯利恒之星来做我的这个使枝 然后各位阿拉伯萨可以看到呢 这个伯利恒之星呢 它也是一个在花式上很受到很多人喜欢的一个花 第一个它的名字非常的特别 叫伯利恒之星 第二个呢 就是它是整个花开出白色的这个花瓣以后 然后呢 中间有一个星蕾是有点带绿色的 带绿色的 所以很有特色 那而且它这个花呢 非常的可爱 它会慢慢慢慢的一朵一朵的往上开 然后整个球形呢都会开完 所以擦起来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花材在开花 然后整个过程 而且你会看到它整个花一朵一朵 生命力最后展开 变成整个像花球的感觉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花材 而且因为它也很耐 很耐 所以就受到很多很多喜欢擦花的人的喜欢 然后再加上它的枝干呢 也很特别 在弯曲中呢 又好像感觉挺拔有力 而且比较少的花呢 它是可以长到这么高的 而且花开在尾端的 开在尾端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柏利恒之星三枝来做我们这个十枝 十枝 好那我们再擦完这个柏利恒之星之后呢 我们来加一些些的叶子 因为它本身呈现出比较直的一种线条 好那接下来我用一点点这个叶兰 叶兰 我们称这个为金边叶兰或邦文叶兰 那这个叶兰一加上去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种迎风摇曳的一种美感 迎风摇曳的美感 然后这个我们知道呢 这个就是在中国的明朝的时候 然后是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擦花艺术的文艺复兴时代 而我们说唐朝是中国擦花的黄金旗 然后宋朝是中国擦花的顶盛旗 然后到了明朝呢 就是中国擦花的一个文艺复兴时代 那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呢 在中国出现了非常多杰出的华语家 然后这些杰出的华语家呢 都是一些温人雅士 比如说有所谓的张迁德 张迁德他著作的一本书叫 《平花谱》 那还有一个叫 还有一位元宏大 元宏大他著作的一本书叫《平史》 这些著作呢 都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非常专业的一些花艺理论 而且内容非常的丰富 然后将花 就是将整个插画的艺术呢 做很通透明理的 一个解释跟介绍 让后世的人呢 对这个整个插画艺术呢 会有很深的一个学习跟体悟 那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借由这三片的夜兰 半夜兰呢 让它围绕在这个 玻璃痕之心的周围 那我们在这中间再让它调整一下下 那我们刚刚提到元宏道 在《平史》中呢 他说他讲到这个插花呢 挺路一干中出 那上处下翻 就是说 元宏道的这个理论是非常 对我们后世来影响非常大的 他告诉我们插花的时候 要中间呢 集中有力 像同一株生长的树木一样 从中间一起 这样一重路起 然后一干中出 这样的一个插花的方式 好那在做完这个部分之后呢 我在它的前段后段 然后加一点点的虫枝 然后各位阿布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这个是 一些些的这个 上路 那我们为了要让这个花插起来 它能够是一重路起 就是一把 一把有力 然后呢 非常生意昂然的 向上生长的感觉 所以呢 我要在这边稍微做一点点折肢 虽然上路本身它 很有嫩度 我可以这样子折它 但是它会躺回去 所以我必须要 加一支铁丝 来固定它 主修我现在用一支 20 22号的铁丝 然后我把它 卷上去之后 然后再往下遮 然后再把它卷下来 然后我们就能够把这个 上路折出一个我们需要的角度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说呢 在插画的时候呢 觉得折肢好像对花财有一点点舍不得 但是有时候我们想我们也会常常古话有句话讲 欲不拙不成器 那在一个环境中或在一个空间里 它是需要经过要求的 然后才能够达到社会的标准的需要 所以我把它加了一些些的铁丝 把它折出我们要的这个角度 因为这种插花的方式呢 它是有规矩的有要求的 我把它上路做前段跟后段的一个延伸 延伸 好 那各位阿博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的前段跟后段的 这个重置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现在来做这个煮花的部分 好 那我今天建有这个火焰百合 来做它有一点点中下段的部分 的一个色彩的一个应用 好那这个火焰百合呢 它有时候因为它的那个花笼呢 会各异 会每一边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我把它稍微的修剪一下下 修剪一下下 好那这个火焰百合它本身是属于很线型的一些花 那我们会觉得下段比较 比较散开的感觉 那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有一点点快体的花 来再把它集合在一起 那我接着用这个黄色的这个海鱼 黄色海鱼来做它的这个下段的快体的色彩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现在用这个火焰百合做中间中间色 增加这个下段的这个明度跟彩度 好那我再加上一个叶子 叶子类的东西来做它的鸡盘 好然后这个鸡盘呢 它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功用 就是它能够稳住整件作品 好我让它 好前段的地方 好那我们在擦一个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要注意呢 我们说呢 只脚要最好乘把 然后呢 最好还有一个水迹 水迹的一个高度 那所谓的水迹呢 就是 比如说我们的站井盘 或者我们水的高度 跟 好这片叶子 因为它有一点点 因为有些叶子呢 它会有一点点的灰尘 所以我们在擦画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叶子呢 把它擦得很干净 擦得很干净 尤其是在做供佛的擦画的时候 我都会要求学生说 那个花笼的干净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尽量能够用很清净很干净的花朵 去做这个虔诚的一个供养 好那我们刚刚谈到水迹 水迹就是呢 当我这个水的高度 跟我最低的一片叶子 之间的这个距离 我们称为水迹 好那各位阿布莎可以看看 现在这个 整个鸡盘的 力道的感觉 好那我在后段呢 再做一点点的延伸 好再找一片叶子 好让后段也有一些些力道的感觉 好那我们再擦完一件这样的作品的过程中呢 我们会发觉它的侧面 我们从侧面看过去 我们从侧面看过去 就会看到一枝一枝的枝干的感觉 然后也会看到我们摺的这个 我们用的铁丝所摺的留下来的这些铁丝的枝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一些绿色的叶子 绿色像我现在选用的一点点的薄 不要太多 那这个薄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增加下段作品的力量 那第二个功能就是呢 它可以遮视我们的剑山 好所以我把它 做一些些的秤通 好那再加上今天的侧面 好那我们在 在补通这个水迹的时候呢 就是在修饰这个水迹的时候 直角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到不可以过分的杂乱 不可以过分的杂乱 所以各位阿博佩萨 先可以从侧面的地方 看到我怎么样 建有这些薄的这些素材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空间呢 把它修饰起来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下段呢 就有一种比较丰富 而且也比较饱满的下段的感觉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我们的这件作品 好我们 藉由这个 我们所谓的脸蓬巢 脸蓬巢 所插作的一个插 应用在极点中心点的一个作品 那主要是以草本为室 那这个使枝的高度可以差到比正常 我们常常平常差使枝的高度是7 那这件作品就是使枝的高度 可以差8 9或10 那主画依然保持在3 然后可以利用重枝来增加 前段后段深度的一个延展 跟作品的一个空间的感觉 所以在虽然是一件小小的一件 花艺作品 其实它之中呢 蕴含着无限的 这个哲学的思想在里面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脸蓬巢中间呢 它有所谓的水路分明 然后阴阳护身 那具有综合自美的 传统文化的素养 那虽然是简单的一盆花 但是它也充满了一种 中国的一个人文的思想 跟哲学的思想在其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件作品 也是程序前面的 这个脸蓬巢 来插作 那这个脸蓬巢呢 经过台湾的陶一家的研发 就是它有大的这个脸蓬巢 那再浓缩成小小的一个脸蓬巢 因为这个脸蓬巢可以说是 非常具有这个插花的一种 时代的一个意义 因为在如果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如果只是插在这个剑衫上 当然也是挺好的 但是有了这个脸蓬巢之后呢 这个花器就像一个 莲花的构图一样 所以非常的精致跟唯美 所以这个花器 就是平常呢 我们如果在做很多 国际的一个插花的时候呢 都是我们必备一定要带的一个花器 好 那因为我们刚刚介绍到 就是说呢 在插这个草本的花柴的时候呢 在夏天呢 最适合 然后在这样子炎炎的夏日的时候呢 这个青龙叶这个时候是长得非常的 有精神 而且感觉上 就是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 就是非常的清脆 那让你在 赏这个花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 好像精神也跟着振奋起来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大自然的这些花草植物呢 它充满了一种光明 然后充满了一种生意 好 那我们把这几片的青龙叶呢 做一个高高低低不同的一个高度的一个组合 然后也来欣赏一下这个叶子呢 它一种生意的一种质感 我们用大概五片的叶子 让它有一点点高低层次的一个应用跟变化 那这些很具有这个传统古典意象的这些花器呢 它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一个宣传介绍跟保留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从过去写一个日本的花道到西洋的花艺 那再回到传统的中国花艺的这个过程中呢 会很深的一个感觉到就是传统花艺所承载的一种人文的一个素养的一种美 那我们藉由在插花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去体会到一部的中国的花艺史 就像一部中国的文化史 那一部中国的文化史呢 那就好像一部中国的一个历史一样 它借由时代的心地跟交换变化呢 那就会有各种朝代所展现出来的一种 随着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 那产生出来的一种不同的生活的艺术 跟生活的一个美学 那各位阿富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今天有几片的这个简单的这个青龙叶 那把它擦出一种 这个叶子在大自然中迎风咬异的一种意象跟感觉 那接下来我们在下段的部分呢 我们用的这个是山龟来 那山龟来这个果实呢 它在夏天呢 就是每一颗呢 每一粒都是晶莹剔透的 然后我们用这个山龟来做我们的这个虫枝 这个下段的虫枝 那我们称这个花为竹始叉 也就是我们的虫枝不能太长或者太重 我们把它稍微的休息一下下 我们可以做三个角度的 比如说东南西南跟东北或者西北 或者是两个角度的那个延伸 那比如说我现在做了这个东南跟西北 就是在我们这个花旗中呢 它分东南西北 那各位阿富莎可以看到 面对各位的这个是东南西北 那我现在一直用在东南 一直用在西北的这个角度 那它可以向两边的角度 或三边的角度去做延伸 比如说我现在在西南的地方 我再给它加一个虫枝 那这个虫枝呢可以做三个不等边的一个分配 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它必须是轻轻的 轻轻的 轻轻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花呢 我选用一朵这样的一个兰花 就是一朵蝴蝶兰 来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花 因为这个花气呢它很小 所以我这蝴蝶兰的量呢 也跟着可能要做一些减少 我把这个蝴蝶兰当做它的这个主花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做它的下段的一个鸡盘 收它下段鸡盘的部分 然后我这边有这个红色的这个焦果 那个辣椒的这个果实 因为这件作品现在看起来感觉特别的素雅 特别的轻雅的感觉 所以我把它加一点点有色彩的颜色 做它收它下段的这个鸡盘 好因为 再做一个下段的鸡盘 让它比较有力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一片大小 適合的叶子 再加一下它的后段 不过这个叶子看起来有一点点大叶 那我们再试试看用 这个辣椒的这个果实 再试一下看看这个下段 因为它只要轻轻的再收一点点后段 各位阿博士啊现在可以欣赏一下 这样一件非常经过陶一家很用心的 制作出一个非常小巧玲珑的一个 这个莲蓬巢 虽然是非常平凡的 看似非常平缓的一个花期 但是它是充满的非常深的一个文化的意涵在里面 我们刚刚有特别介绍 在这个莲蓬巢的过程中呢 它有非常明显的阴阳观在里面 那这阴阳的观念呢 也是我们传统东方艺术 特别重视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常常说呢 其实藉由花艺所承载的文化呢 有时候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我自己也常常跟我的学生分享说 其实在学习一样的传统艺术中 就好像拿到了一把钥匙 它让你起开了这个艺术文化的保障 那所以也期待您能够多多的 在利用闲暇之余 参与一些文化艺术的一个 学习跟深入的研究 那院子香花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华隆天 补讯众生 供入佛字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药片三千》 光药片三千 一盏灯万种星 天天燃灯供佛 更点亮自信光明灯 欢迎随喜护持 台湾燃灯功德会 话播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护名 台湾燃灯功德会 《光药片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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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